大家好,我是老孙 关注我每天分享食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今天是我和大白挖鱼池的第75天 最近这个鱼池整得我挺狼狈 你看 之前在评论区里和大家说过 鱼池不放鱼之前 不刮胡子,也不理发 现在这个头发呢,稍微 不是,稍微已经挺长了 胡子呢,也该刮了 已经影响形象了有点 这个视频当中好像看不太出来 这个胡子长长了 反正现实生活当中 谁见我都说 你该理发该刮胡子了 那行,这都是小事 前天把防水涂料 给过滤仓重新刷了一下 今天也干个差不多了 今天再次放水 老孙在这里立铁为正 如果这次放水还出现那种漏水的情况 老孙明天 咱也别圆断了 就明天 就下去游一圈去 好吧,立铁为正 现在已经开始在往这几个过滤仓里面放水了 还是对每个仓进行避水测试 如果不漏的话 那就是基本上算是大功告成 没啥问题了 这两天反正 每天晚上也是辗转反侧 做各种各样奇怪的梦 比如我这两天做的梦都是什么样的 要么就梦见 哎呀,我这个鱼池裂了 大裂缝 大峡谷的那种裂缝 要么就是梦见 我这个鱼池又漏水了 而且漏得非常的厉害 但愿 是咱们明天所说的梦都是反的吧 希望这一次不要再翻车了 如果再翻车的话 一个是这个脸就彻底没了 还有一个就是元旦之前 那就肯定放不了鱼了 目前来讲 应该感觉 自我感觉挺良好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现在各个过滤舱都已经放满水了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 避水测试的结果 也就是说漏不漏水 应该在下午或者晚上就能得出结论了 但是呢 今天我就不再更新这个鱼池的视频了 我今天可能能知道结果 但是我不再更新视频了 等明天啊 这个避水测试的结果 以及需不需要游泳啊 明天的视频 我一起更新 如果更新的话 我尽量赶在明天上午 或者最晚也是明天下午之前 把视频更新出来 好吧 大家喜欢看这闹 围观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一下 再多说一句啊 真的好伤心 竟然没有一个朋友在评论剧里说 哎呀 老孙这么冷的天 你就别下去了 冻感冒了不好 对吧 没有一个朋友 对老孙表示 哪怕是虚怀假意的那样的关心 也没有 哎呀 真的好伤心 好伤心 行吧 你们想看热闹的话 明天再来看我更新的视频 我是老孙 关注我 每天分享实用的养鱼知识与技巧 咱们下期再见